有时候我们在计算这样子一个内容呈现好之后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把总价跟业绩预估的获利来去做一个计算 或者是说我想要去跟成本来去做一个比较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学会如何去增加一些可计算的栏位 像例如说在这里面去看资料表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进度 这个进度跟总价相乘我们当作是业绩预估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增加一个栏位 注意哦这个增加栏位跟增加一个总值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我想要去计算这个总total 总价的总total 我们可以利用新增量值 那如果我们想要计算这每一格 例如说好了我们去评估这个1月1号的业绩预估 就是0.66乘以总价 所以每一格是不是都有一个值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新增资料行 这个观念要请各位稍微记住一下 有时候我们再要是不是要算出一个总total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一个20个亿 对不对 那个总total我们可以用新增量值来算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我要算出那个业绩预估的话 我们要用新增资料行 所以点选首业新增量值的新增资料行 意思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要算的是一格一个值 好就用新增量值 如果你要算出2000多个值 那就请用新增资料行 就这样子能去做一个区别 接下来呢 这个名称我们可以制定一下 我们的栏位名称要叫什么呢 业绩预估 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增加资料行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哪一个跟哪一个之间的关系 相乘相加之类的运算 好所以我们直接用用例如说 等于我们的进度 您看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输入一个中瓜湖 这个中瓜湖的意思就是这个栏位名称 一撇就是叫出资料表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用中瓜湖 然后呢去找到我们的进度 进度 Tab 键 就直接放上去了 成什么呢 一样一个中瓜湖 它要是没有呈现出来 我们就自己打字打进去 有时候是因为记忆体的关系 那我们在这边要成的是我们的什么 总降 然后直接按一下 Enter 它这边是不是算出来了 业绩预估的栏位 然后有了这样子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2008年跟2009年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数值来去做一些比较 所以怎么样去画这张图 增加了一个栏位 接下来回到报表 新增一张 我要去画2009年 各年哦 的业绩预估跟业绩的销售总额 之间的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边 有一个很棒的双轴图 就是两种 两种的一个搭配组合 所以首先点选这个双轴图 其中就是画两个图表了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 总降 总降 我们放在这个直条图这边 对不起 总价放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不是有一个业绩预估吗 比如说我们可以放折线图 我刚刚这个 这个业放来直条图 这边成对 这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 总共的总金额 这个比较高的这条是什么 销售的总金额 就20个亿 这个点是什么 这个点就是 我们的业绩预估 那可是我是不是希望 以年为单位来去观看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把建党的企业打勾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了 2008年2009年2010年 它之间的一个关系 如果我们再往下延展 这张图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没有谁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销售额高 业绩预估高 销售额低 业绩预估低 但是在什么月份 是颠倒的 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像例如说 这个高的幅度 好像就没有很高 可以吗 因为这边是不是差这么大 然后这边 它就没有达到这么高 然后这个地方降下去 没问题上升 所以这个地方 2009年第一季 它的一个销售跟业绩预估的比例 是值得我们再去细探的 可以知道我现在所教的这件事的意义吗 因为接下来我们有很多很重要的行为模式分析 你都要去看这些东西 不能只停留在那种很容易看的直觉的直标图 而应该是要去看说 不一样的 像2009年第一季在这个地方 它销售额 我觉得应该到 业绩预估应该到这边 结果它只到这个地方 可以吧 至少 至少它应该要比它来的高 可是事实上 反而2009年第二季 这个业绩预估 没有第一季来的 比第一季还要高 可是它的销售额是颠倒过来的 可以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去查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有了问题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再去查2009年第一季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问题 可以吗 所以第一件事 这边我们翻两件事情 请你动手做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到资料这边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要用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好的方式去产生业绩预估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